一名黑衣男子鬼鬼祟祟 拿出紅機就往引擎蓋潑散 還朝車頭猛砸 發出巨大聲響 遭到潑漆的是一間民宿的鄰居 而潑漆的卻是民宿業者 去年九月因為不滿鄰居 掛白布條 有求民宿旅客自律 民宿老闆槓上鄰居 不過旅客吵鬧 已經讓不少社區居民受影響 舌點多高音笛 或者是說 他們的卡拉OK聲音很大聲 宜蘭民宿業興盛 在地超過一千六百家 但旅客的吸鬧聲 以嚴重影響居民生活品質 如今擾鄰事件 引發縣府關注 決定立法介入 針對聯動市的住宅社區 定出規定 若超過兩次違規 就能廢止民宿登記證 但對民宿業者來說 如何管控旅客 也是一大考題 大家都有點反彈 民宿要拿到證照 並不容易 那兩次就撤照 我覺得對這個屋主影響很大 發展觀光又怕觀光擾民 公旅處定出法則 盼在發展觀光的同時 業者也能自律 與現民生活品質取得平衡 記者林毅神 彭新美 宜蘭報導 有民視 香港人的對決議 資訊